大家好,這裡是Jad在巴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來給大家 現場評論一下我的攀岩視頻 順便給一些在法國攀岩的乾貨 我們現在在的岩館叫Climb Up Borg d'Italie 比較靠近我家 而且它是全法國最大的一個攀岩館 有神攀還有這個爆石的場地 我們就一直都是來這個 今天我們是三個人來 所以你看到有一個高高的女生 還有幫我拍視頻的 好,我們現在熱身 熱身一般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做一些正常的熱身運動 活動一下關節 第二個就是爬你比較簡單 比你程度以下的線 像我現在繼續在爬黃線 我的重度基本是綠線到藍線 法國是以顏色 爆石的話以顏色來分重度的 從粉色 Climb Up 從粉色 黃色 綠色 藍色 紫線 說線吧 紫線 紅線 白線 黑線 這麼這些程度 所以我現在能說我是初級往中級 努力的方向 我從八月底開始攀岩呢 斷斷續續爬了應該有二十次左右 都沒有 我們沒有上課沒有教練的 就是自己朋友互相指導 一起玩 有比我好的朋友 有 就比更菜鳥的朋友也有 這個黃線你們看 其實不容易喔 就一開始起步 它要平衡怎麼抓到這個 現在我抓的這個點 然後 再平衡再把人撐上去 攀岩的規則呢 是 起步 它會給你有標籤 雙手抓著那個起步的手點 然後腳離地 終點 也是有一個標籤指示的 像現在最上面你們看到這個 雙手在上面三秒鐘才算成功喔 Climb Up 的費用 我會放在描述欄 我是用一次卡的話 十次卡每一次去 Happy Hour是時候 其他費用我放在描述欄 你們去看一下吧 好 這是今天晚上 我第一個綠線 比較簡單 我這次狀態 其實非常好 我的腳很穩 然後手 也很能發力 並沒有說我一個多月 手術後嘛 手術後一個多月沒去 我覺得肌肉還是有 在的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好 這個綠線 是我非常不喜歡的綠線 它 它有我 我基本綠線上不去就是這個問題 你看 它現在要凳起來去夠它吧 我就不敢衝 因為你手一放 或者 腳一蹬的時候 很容易把人彈出去 我就有點害怕 最後 最後就爬藍線了 好 第一次嘗試 很不錯 起步 嗯 起步挺好的 好 沒關係 我們通常下來 就會在那邊碎碎唸 你看我應該怎麼抓 我腳應該怎麼樣 怎麼彈得上去 或者讓朋友來給你爬出一條路 嗯 你可以跟著他去 去去再試一下 但是每個人的高度還有體能 啊 習慣都不一樣 最後還是要自己摸出你自己的那個解決方法 這是我第二次上去 不錯喔 我覺得我姿勢現在真的是挺優美的了 哪怕我沒沒跑完哈 呃 我當初進步很快是看了一些視頻 我看給大家推薦兩個YouTube Channel啊 法語的YouTube Channel 一個是在圖鲁茲的 Channel 叫做Vansangamp 呃他會 他會有很具體的一些給初學者的 嗯 暴食的那個建議 怎麼是用腳發力 不用使用手 怎麼身體更貼強 需要升職 要抓住平衡 什麼叫Flag等等等等 他都會做很好的介紹 呃我還看一個魁北克的 他的法語特別扁扭 你們去去體驗一下吧 他叫Gogar 他也會 嗯 主要他就是爬給你看吧 然後特別有趣的講話特別有趣 性格特別好的一個一個加拿大人 嗯 大家要注意啊 其實我攀岩引來已經小受傷了兩三次了 有一次是掉下來的時候沒有控制好那個位置 壓到腳了 所以我膝蓋的外側扭到了一下 一兩周才好的 嗯 還有一兩次是我摔下來的時候 我以為不會摔壞 結果其實是會的 哪怕他墊子非常軟 我是脖子下來了 所以又有點咬到唇 嗯 但那個還好 那個就稍微拉到了一下 我用了一點精油的話兩天就好了 好 好 現在這是我歷史上爬的最快的綠線 從上去下來一次過 30秒不到 很牛逼了 這個是倒數第二個線咯 深綠色的 理論上深綠色的climb up是稍微難一點 你們看這個線多長啊 很高 位高的真的是跟我一樣 也沒想過要上去 一般這種我覺得我上不去的 嗯 我要是能抓到上面幾個點 我就很高興 就進步吧 其實暴時也是 你自己跟自己的運動嘛 就你不用管別人在下面看你 你爬了五六次都沒上去 但只要你第七次上去了 你就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運動還是蠻有意思的 好 手已經沒了 這是今天最後一個 然後我們就回家了 這個綠線真的不難 可是疲憊了 而且它也有那個一點點的問題 我沒有找到 你看我右腳沒有完全崩直 所以就差那麼兩三公分 我右手已經夠到上面那個點了 但是抓不緊 好吧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運動起來